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喂 你好 您好 我是盛先生的助理 我姓齐 盛景初助理是吧 那个齐助理 你能不能让你们家盛景初 把我爸取关一下啊 现在取消关注 那不是越抹越黑吗 到时候我们家盛先生说都说不清了 我现在的生活已经全都乱套了 我们公司同事 老板还有徐车 反正这样肯定不行啊 不是 你跟我喊什么呀 我给你打这通电话就是想告诉你 程了 请你不要借机炒作 我有什么可炒作的呀我 说得跟我仗有多大便宜啊 是你家盛景初让你说的还是自己说的 我可以代表我们盛先生 那我代表我自己 我告诉你 我以后再也不见盛景初 再也不 我拉黑你 我以后再也不联系你 程了 有人找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来了 来找你 不是你让你助理打电话给我的吗 没有 换个人少的地方说吧 我知道一个地方 得很难睡 他才会帮你 选择我 你怎么也叫你 你又不是一样 你怎么会吃 我以后 真的不能找你了吗 我就那么一说 你别往心里去 你说说 我一个基层小编导 我也还能采访到你 我肯定会特别珍惜的呀 如果小齐说了什么不对的话 我代她向你道歉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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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其实吧 她也是为你好嘛 我也确实是说了一些 比较过分的话 不过还是谢谢你 谢谢你让我有了人生中的 第一篇采访港 至于飞闻什么的 就让她随着海帮飘走吧 希望这件事 不会影响我们成为朋友 海风太凉了 我送你回去吧 这么敏感的时候 咱俩还是分开走了 别玩火了 我先走了 衣服改天我再还你 谢谢